为了分散感染风险,并且避免因为疫情使得业务延宕 新电区公所从24号开始启动异地办公 包括了社会人文课、经建课等共约70位公所员工 移到大峰社福馆办公,希望提前做好准备 确保防疫期间各项服务不中断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国内确诊人数攀升 为了分散感染风险,并且防止公所办理业务受到了疫情影响 新电区公所从24号开始启动异地办公 将原先在七张捷运办公的同仁挪分三分之一的人数到大峰社福馆办公 新电区公所响应我们侯市长的一个超前部署 因此启动了我们大峰社福馆的一个异地办公 那目前区公所的人员总共有将近70名的同仁 到达我们大峰社福馆进行各项的市政服务 希望这样的服务让我们的市政服务不中断 也让各位在疫情扩散的时候呢 也减少疫情的一个传染的一个机会 包括社会人文课、经建课、公务课、秘书室等共约70人 都改到大峰社福馆办公 而会选定大峰社福馆作为第二个办公地点 除了因为距离公所不行只需约10分钟 在空间上也比较宽广 另外洽工停车和熟悉度上也都能够方便作业 第一个它距离为市中心 那么民众来洽工的时候 我们在对面的公园也有停车场 方便民众的洽工 而且本身呢 它以前为松廉大学以及各项课程的一个开课中心 因此民众的一个熟悉度也会较高 新田区副区长吴志忠指出 虽然异地办公对同仁来说较为辛苦 但为了防疫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 而在办公环境上特别加宽办公距离 民众等待区的位置同样都有适当间隔开来 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过度紧密的接触 我们工作同仁的办公空间呢 我们都距离加大加长 减少避免民众的口磨的飞沫的一个传染 那我们也希望各位乡亲 没有事情的话都在家 那出门了戴口罩请洗手 我们一同为防疫来做加油 新田区公所表示 启动异地办公两边的办公服务不便 而为了防范新冠肺炎病毒 也请民众洽工多加配合 入口处都会设有量测额温和手部消毒 同时呼吁外出请戴好口罩 并且请洗手 一起做好防疫工作 记者杨邦友超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